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主影 今天我们来聊聊由杨亚洲指导 冯拱、丁家丽等人主演的电影 《没事偷着乐》 这部根据刘恒的长篇小说 《贫嘴张大明的幸福生活》改编而成的影片 虽然在类型上被划分为喜剧片 但是所讲述的小市民故事 却一点也让人高兴不起来 上世纪80年代 刚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不久的中国 很多人的生活还相当贫苦 在保温平场上班的张大明 就是其中一个 他们一家住在老式的胡同里 每天清晨起床后 张大明都会挂起鸟笼 倒掉洗脸水 一边平着嘴 一边招呼家人吃早餐 由于父亲去世的比较早 身为老大的张大明 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年迈的母亲平日里寡言少语 在父亲因锅炉爆炸而殉职之后 他也落下了心病 喜欢端着碗 一个人在那吃冰 二明性格较为泼辣耿直 是个爱唠叨的怨妇 经常喜欢与张大明斗嘴 三明算是家里的颜值担当 整天吊耳朗当 无所事事 就连上个厕所 都会和别人起争执 相比起来 四明的性格就温顺了许多 只是喜欢 把任何事都藏在心里 年纪最小的五明 还在上高中的他 话比较少 算是这个家 未来的希望 一家六口住在一个 面积不足30平米的屋子里 逼色的空间 也会让人的心态发生变化 影片一开始 镜头逐渐拉起 缓缓摇过城市的上空 一大片拥挤低矮的平房 展现在我们面前 其中 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绿色 这几组镜头 也奠定了全片的基调 生活可能并不轻松 却不是灰暗的 喜欢贫嘴的张大明 除了操心点家里的事情外 也对邻居家的云芳爱慕已久 吃完早饭 趁着刷牙的间隙 还会和刚起床的云芳 聊聊印刷费的事 从这段对话中 也可以看出 张大明对于生活的精打细算 是一个踏实过日子的人 催促完弟弟妹妹之后 路上两人有说有笑 大明时不时还损一下云芳 调侃他 用毛巾给他爸做了一条裤子 路过一间早餐店的时候 云芳被蔡国庆饰演的 眼镜男给叫住了 大明一开始还不乐意 想在眼镜男面前 宣誓一下主权 详细询问后才知道 这个眼镜男 是云芳厂里的技术员 也是他的男朋友 下班回家 张大明取下鸟笼 便开始准备做饭 这个时候 云芳的姐姐突然跑了过来 因为眼镜男打算出国 考虑到以后 便和云芳分了手 伤心欲绝的云芳 下班后就躲在家里 不吃也不喝 这可把他们一家人 都给急坏了 不管大家怎么劝 云芳都是一声不吭地 坐在那儿 于是张大明喜欢贫嘴的本事 就在这个时候 发挥了作用 被云芳一家人 推了进去之后 大明看到云芳 整个人都被一块红布给蒙着 一开始还不敢吱声 被赶鸭子上架的大明 只能鼓起勇气 先来了一段单口相声 看着这个办法不奏效 别说这个办法还真起了效果 不光云芳被缠住了 日常君看到这里的时候 也想来一晚 不过让大明没有想到的是 云芳突然掀掉了红盖头 直接就把他给办了 结婚本来是一件好事 可对张大明来说 却有点犯愁 家里就那么大一块地方 结婚之后 他们小两口住在哪 成为现在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作为老大的张大明 也不得不挨个儿 给弟弟妹妹赔不是 做思想工作 好在大家都支持大明结婚 只要把家里的床 电器等都摆放合理 让大家都有睡觉和下脚的地方 就可以了 所以接下来的几天 大明白天上班 晚上和周末就在家收拾屋子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 二明会唠叨几句 但是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帮助下 没多久 大明便再次把这个家 安排得井井有条 也把云芳取进了门 新婚没有带来新的气象 一家人的生活 还是一如既往的平淡 朴实 直到某天下大雨的时候 大明在院子门口排水时 看到三明带了一个女朋友回家 大明以为三弟这次也是谈着玩的 没想到三明倒认真了起来 打算过些日子就结婚 为此还特意去买了一张大床 看到不着调的老三 也有了成家立业的打算 大明打心底是高兴的 然而 如何在这间小屋内 再安置一个双人床 成为大明最犯愁的事 为此 他在睡觉说梦话的时候 都在计算房间的尺寸 三明更是愁得睡不着觉 一闭眼 就是数不清的床腿 索性一个人跑去了河边 望着远处的高楼发呆 生活虽苦 但也要继续 身为老大的张大明 便想着把里面的房屋给隔开 一边摆着三明的双人床 一边则和云芳挤在一张小床上 就这样 大明靠着自个儿的聪明才智 让三明把媳妇取进了门 三明举办婚礼那天 要比大明结婚时气派多了 整个胡同里都摆满了酒席 乡里乡亲们都前来祝贺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唯独五明在那喝闷酒 趁着酒劲发泄出心里所有的不满 五明心里的憋屈 大明其实也清楚 可是作为家里的老大 他不能去抱怨 只能默默地承担起所有的责任 逐渐地改变所面临的窘迫环境 可是生活就像打怪升级 解决完一个麻烦 又回来一个新的 新婚之夜 三明与媳妇闹得不可开交 让大明和云芳一整晚都没有睡好 为此 大明特意请三明吃了个饭 话里行间都要三明晚上别再闹腾了 不能把他们夫妻的幸福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其实说出这些话 大明心里也很难受 哪个新婚夫妇的春宵不值千金呢 但是这不符合国情 也不符合他们家的实际情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也为了即将出生的孩子 大明只能把家里的墙给推了 在院子里再搭建起一间小屋 可是大明刚开始拆墙 就引起了隔壁邻居豹子的注意 毕竟在原本就拥挤的胡同里 再搭上一个小屋 肯定要影响到别人的进出 进退两难的情况下 大明故意和豹子起了争执 还调侃豹子他妈妈的身材 虽然挨了一板砖 好在院子里的小屋也搭建好了 对于大明来说 一切都值得 有意思的是 由于政府不允许砍伐城里的树木 这间小屋不得不被一棵老树给分隔开 就这样 大明的儿子就在这个小屋里诞生了 还给他起名叫小树 家里添了新成员 大明一边高兴 可一边也在犯愁 刚生完孩子的云芳 由于身体太虚弱了而产不出奶水 为了给老婆不养身体 大明根据别人介绍的偏方 咬着牙去菜市场买了一只甲鱼回来 却因此遭受到了二民的讥讽 指责他只疼媳妇不疼娘 听到这些话 大明心里也不好受 但是为了一家人的和睦 他只能凭着嘴去和二民解释 而为了给云芳补身子 买他喜欢吃的鸡腿 大明不仅自愿申请 调到了有毒的喷鸡车间 每天下班后 还骑着自行车 拿着厂里发的暖瓶 挨家挨户的去卖 虽然挨了不少白眼 也遇到过卖给厂长 这样尴尬的事情 但好歹也卖出去了几个 挣了几个鸡腿钱 似乎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困难 大明总有办法化解 有事没事 也总是乐乐呵呵的 其实大明也有自己的弱点 某天卖完热水瓶回家的时候 看见云芳穿得漂漂亮亮的 一问才知道 那个眼镜男从国外回来了 邀请以前厂里的同事一起吃饭 可是等到云芳晚上回来后 大明发现了桌上的美金 自卑的他 以为云芳和眼镜男发生了什么 说了一些让云芳伤心的话 但是经过云芳的一番解释后 大明心里又开始自责 故意扇了自己几巴掌 其实云芳和他一样 并不是一个贪婪的人 这也许就是他们能走到一起的原因吧 第二天 大明和云芳一起去机场 把那些美金还给了眼镜男 然后他拉着云芳的手 像一个胜利者 抬头挺胸的离开了机场 大明有理由为自己的所做而感到骄傲 他娶了云芳 娶了一个不贪图富贵 一心一意跟着他的女人 他不帅 他很贫也很穷 但是他赢了 爱情上的胜利 对张大明的生活来说 似乎也没有太多改变 他依旧上着班 住在拥挤的房子里 操心着家里大大小小的琐事 为了缓和与二明的关系 大明主动去和他聊了聊 尽管还是会用贫嘴的方式来讲大道理 他也劝二明不要让别人骗了去 一向嘴比较损的二明 误以为大明是想借他的钱 他让大明别多管闲事 某天 二明慌里慌张地回到了家 收拾东西 准备和男朋友去山西结婚 尽管母亲抱着小树 一直在挽留 要他考虑清楚 但二明还是执意走了 没过多久 三明也兴高采烈的回到了家里 说他的媳妇通过关系 弄到了一间两室一厅的房子 他们也要搬出去住 加上五明已经考上了大学 原本拥挤的家 现在也变得宽敞了起来 随着小树一天天的长大 张大明一家的生活 也渐渐好了起来 一晃两三年就这样过去了 五明毕业之后 也被分配到了天津 回到家时 穿着一件大白衬衫 显得成熟了许多 只是说话不太对味了 没过多久 远嫁到山西去的二明 也突然回来了 看到大明后 一个劲儿在那诉苦 将身上的累累伤痕 给家人们看 看到二明那副委屈样 大明心里是既心疼 又气愤 恨不得马上跑到山西去 揍一顿那个未见过面的妹夫 不过很快 这个妹夫就主动找上了门 大明在工厂内 对其口头教育了一番 也知道了 二明夫妻俩吵架的根本原因 是不能生育 二明之前在医院做过检查 医生说他的身体没有问题 而固执且按面子的妹夫 却质疑认为自己也没有病 也不愿意去医院做检查 两人也因为此事吵了不少的假 有时候甚至还会大打出手 可是总体上来看 还是二明占的便宜要多点 了解真相之后 大明一边调解着 二明夫妻俩的感情 一边带着妹夫去医院看病 过了几天 夫妻俩就带着一大包药 高高兴兴的回了陕西 不久后 妹夫特地从山西赶回来向大明报喜 为了感谢大明 还给他送了一个金戒指 生活嘛 就是一边给你惊喜 又一边给你惊吓 搬去新房居住的三明 某天又突然哭哭啼啼的 出现在大明面前 安慰一番后才知道 那套新房原来是三明 带了绿帽子换来的 听到这事 大明愤怒不已 劝他赶快离婚 但三明舍不得离开 那认了错的老婆 大明也只能无奈地安慰他 刚处理完三明这些事 在医院当护士的四明 又被查出了白血病 将不久于人世 大明内心悲痛极了 这个最小的妹妹 在家里虽然没有什么存在感 但是心地特别善良 小树也最喜欢这个姑姑 还说长大后 要当他的男朋友 而且 眼看他们住了几十年的小房子 就要拆迁了 一向喜欢干净的四明 马上也可以拥有自己的房间 可是 四明知道 自己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 现在唯一的愿望 就是拥有一个干净的白色窗帘 为此 一向节俭的大明 不惜花了大半个月的工资 满足了四明这个愿望 然而 没过多久 四明还是带着对家人的依恋 离开了这个世界 大明一家人 还没有从这个悲痛的事情中走出来 拆迁办的人就来了 而且 因为四明的死 原本应当分到三居的楼房 现在变成了两居 这一下 彻底让大明怒了起来 与对方扭打在了一起 也因此 被关进了劳改所 大明从监狱出来那天 五明开着车来接他 原本破败的胡同 和拥挤的小屋 现在都已经被拆除 拆迁办在考虑实际情况后 还是给他们分了一个三居室的房子 张大明望着崭新的家具 洁白的墙壁 内心却高兴不起来 现在 屋里没有了那棵树 反而觉得少了点什么 某个阳光明媚的周末 大明和云芳 带着母亲和小树一起去爬山 可是缆车的价格实在太贵了 大明为了省点钱 最后决定 让云芳和小树坐缆车上去 自己则背着年迈的母亲 爬到了山顶 回去的路上 大明问小树今天玩得开心吗 小树毫不犹豫地回答 觉得自己特别幸福 看完这部电影 不知道你们认为 它是一部喜剧还是一部悲剧 尽管这部影片中 出现了许多喜剧演员 比如冯拱 郭达 拱翰林和侯耀华 天井话听起来也诙谐幽默 但是整部影片 却充满着讽刺与黑色幽默 将普通百姓的无奈 刻画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小说 还是电影电视剧 张大明成为了近些年 最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形象之一 这个喜欢贫嘴的男人 默默承受着 来自生活各方面的压力 住房问题 家庭矛盾 工作关系等等 作为顶梁柱的他 不得不积极去面对 任何事情 他都可以用调侃的方式来化解 也许现在有人看来 张大明喜欢贫嘴 是一种怯弱懒惰的表现 然而实际上 贫嘴是对待生活 所采取的机制挥谐 而又无奈的方式 它可以缓解生活的压力 推开生活的重负 有时有一种取趣的方式 解决生活的矛盾 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张大明的婚姻 由贫嘴获得 婆媳 姑嫂之间的矛盾 由贫嘴解决 他从来不讲大道理 对母亲孝顺 对妻子疼爱 对弟弟妹妹 关心备至 积极地面对生活 善于苦中作乐 可能在张大明看来 尽管生活有万般艰难 可是生活的本质 还是甜的 冯广把这个典型的城市小人物 塑造的唯妙唯笑 没有浮夸或是生硬的演技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自然 活生生的 就是现实生活中隔壁的张大爷 这个角色好像有许多要说 但又实在没什么可说 代表了我们父辈一代人 在世纪末的风雨中有迷茫 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影片结尾为了省钱 张大明背着母亲 沿着盘旋式的台阶 一步一步往上爬 其实也在传达着 生活虽然充满苦难和沉重 但前方仍然是一片 美好光明的朴素道理 就像大明的母亲 吃冰块时所说的那样 刚吃到嘴里 咯得慌 赌得慌 慢慢就化了 就好了 有了苦难 才有了幸福的难能可贵 生活苦吗 确实很苦 当前我们很多人 都有着做不完的工作 加不完的班 回家之后 住在混凝土所浇筑的格子间里 有时候还要面对 家庭里的一些烦心事 这些苦 就如同大明房间里的那棵树 成为了生活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然而人生慢慢几十年 不就是在这很苦的生活里 盼着点高兴的事情吗 有时候 我们不妨也学学张大明 没事偷着乐呗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对没事偷着乐 这部影片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也欢迎大家给我点赞 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